回到台湾来看到啊 今年的台湾灯会 如果您有去逛东区商圈的话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花圈叫做农好上海的这个花灯 它是由中国上海市出资的 而台北市政府现在也打算邀请他们来台参访 不过呢 现在被议员爆料说 访团的三天两夜行程都得要按表操客 不能够自由行动 就连外出吃个宵夜都不可以 对此陆委会今天回应没有下达限制拒猪力 但是呢 没有收到市府提交要吃宵夜的申请 新手送上热豆花 贴心叮咛大家多穿点 台北市长蒋万安化身暖 难道台湾灯会指挥中心视察 灯会剩下最后三天 接下来还有中国上海访团要来台北赏灯 陆委会批准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小冬 带团来参访这座农好上海花灯 不过现在却被爆出行程有诞书 他们到台湾两天的行程 完全是要按照陆委会批准的行程 照表操客 包括什么时候去吃饭 没有在这个表上的行程 他们是不可以去吃宵夜 访友或者是去自由走一走的 远爆料上海团来台行程都得按表操客 自由度几乎等于零 这些都不是事实 同时市政府也没有提出所谓宵夜的行程 陆委会的回答等于是打脸自己 陆委会批准了台北市政府才能执行 外宾才可以行动 市府回应行程部分依照陆委会原则低调进行 但据秦慧珠透露这次上海团三天两夜来访 18号下午左右抵台晚上就会到灯会赏灯 19号白天行程还是未公开 但晚上副市长李四川设宴请客 20号一早访团将到台北市府拜会 市长蒋万安下午就会离开台湾 其他相信行程统统保密到家 不过来迎议员将矛头指向中央 也引来民进党议员炮火 不用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扣民进党的帽子 蒋市长如果要跟上海代表团 上海团来议今年度的双城论坛 应该明确的来表示 我国对于共激扰乱台湾国家安全 这一件事情不予认同 上海团来访议题直接延烧到双城论坛问题 接下来讲万安该如何拿捏和中方的距离 也成为一大考验 这次陈思琪 陈明华 台北从澳岛